我們這個桃園國際動漫大展 是全國唯一被觀光局列為觀光年曆活動的一個動漫展 我們希望藉由這個展覽呢 把我們所有相關的同好相關的業者在這邊做交流 也希望大家在這邊能夠產生更多的創意 讓台灣的漫畫動畫遊戲玩具的產業都能夠蓬勃發展 我們今天看到很少有這麼多名人在這邊 包括我小時候的偶像我們劉欣欽老師在內 都是我們非常非常有熟能詳的 我今天才知道我們詩文斌先生啊 除了歌唱的還是現在還是變環界的大聲 另外我可能也以為許浩平先生只會講飛魚 我想到今天他也變成漫畫的主角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我們桃園縣有兩個特點非常適合來發展我們的動漫 第一個我們是台灣的國門之都 我們這邊非世界各國非大陸各個城市最方便 所以大家人才在這邊交流非常非常方便 一下飛機馬上就可以討論事情 第二件事情我們桃園縣的縣民的平均年齡 是六都裡面最年輕的我們就有37歲 像在黃椒交代這邊的話算是老林地的 所以他超過了年紀我本人有戲啦 所以年輕啦對所有的這種動畫漫畫的喜好程度 跟創意的能力會特別的高 所以這個是我們桃園發展國際動漫非常有力的環境 這一次的動漫呢我們的展區啊豐富度非常非常的高 有本土的有國際的有動的有進的 我們這一次除了展覽以外還會增加民眾很多互動的機會 其中之一就是我們每個禮拜六會有電玩競技的有名的隊伍實際對戰給大家看 當然也會開放給我們有戲劇看著手癢的民眾上場來對戰 這個是一部份 另外我們這一次也有來自鋒敏日本的真人的這個拖陶比賽 拖陶遊戲這個也是最近很流行的 我們在現場也會有付出動畫漫畫遊戲玩具這邊 可以帶動的相關的產業非常非常豐富 這個也是我們台灣未來的軟實力要發揮的地方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更加用心地呵護這個產業 大家更多人來投入 祝福大家幸福美滿健康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謝謝吳京橋